大家午安 都有吃飽嗎 這台南的午餐真的是很好吃 大家好我是許恩恩 然後我現在是在PITES 就是唐鳳政委辦公室工作 那這一場的講者是 有點像是我的前輩 這場的講者是林宇昌 他待會要分享的題目是 台南市開放政府經驗談 那宇昌之前也是在PITES 也是在唐鳳政委辦公室工作 然後長期的從事跟開放政府有關的事務 那所以待會到一點半的 這個時間就會有宇昌來分享 主要是以台南市為主題 來談這個在推動開放政府的 一些比較是政策上面 制度上面遇到了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今天我們場地人 滿就是滿溫馨的 大家可以直接待會會可以直接提問 然後也可以透過剛剛那個86 有講到如果在網頁上搜尋 Genevisa Meet 2020 那可以找到這一場的共筆 大家可以在上面一起做筆記 然後也可以在裡面找到一個slido的連結 也可以用線上提問的方式 那如果用線上提問的話 待會語昌的演講結束之後 我就會先把這個提問做一些整理 然後請語昌回答 那接下來的時間我就交給我們的語昌 請鼓掌 大家好我是語昌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台南市政府的這個開放政府的經驗談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自由軟體工作者跟公民記者 語昌 那目前任職於台灣民主實驗室 那曾經在PITIS擔任過這個開放政府相關的業務 那這是我們PITIS的團隊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人 那我也曾經是其中的一個 那我們其實PITIS在唐鳳正委辦公室這個地方 已經辦了到目前為止這個是第81案的開放政府的 這個相關的協作會議的案子 那現在已經到了 就我所知已經到了83案了 那這麼多這麼多的開放政府的案子呢 事實上我們以前就常在辦公室裡面聊天 就很好奇就是說 我們在中央政府辦了這麼多場開放政府的經驗 到底有沒有機會讓它下到地方政府的層級 看看地方政府的開放政府會長什麼樣子 另外呢我們也很好奇 就是說再轉移到當地方也想要舉辦開放政府的時候 他們會遇到怎麼樣的困難 那所以在這個2018年10月的時候呢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就是台南市政府它率先響應開放政府 當時候就有找我們許多人一起下去培訓 然後呢它希望我們分享了以後呢 台南市政府也可以把開放政府的這個制度給建立起來 然後呢逐步的在市政中落實開放政府的這個理念 那這是當時候的照片就包含唐鳳也有在 然後當時候的這個代理市長李孟彥也在現場 然後還有當時的研考會主委 趙青會主委 應該沒念錯 對趙青會主委 他當時候也在現場 那當時候呢我們就是辦了一個演講 然後幾個分享之後呢 然後我們也辦工作坊 教大家說我們在落實開放政府的時候 遇到怎麼樣的困難 該怎麼樣下去舉行 但是呢因為大家都忙碌的關係啦 所以他們就一直一直沒有機會去好好的處理這一塊 那我先說明一下唐鳳政委辦公室的開放政府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我可以走過去嗎 可以 好 那 好 那在唐鳳政委這個地方呢 在行政院中央層級的開放政府呢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工作推動會議 也就是月會 在月會上面呢 我們會盤點就是最近收到的案子 包含來自舊影平台的案子有哪一些 然後有沒有來監督的案子等等 有哪一些可能是我們要開協作會議的案子 那每個月通常會選兩個案子 那選完之後呢 就會進行一些內部會 作業和協作會議的會前會 之後就會舉辦協作會議 那舉辦完協作會議之後呢 這個成果呢 每個月都要在月會上面列管報告 它的相關進度 那如果說這個成果真的很不錯 要落實的時候呢 會有協作會議的會後會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後面就是他們的公務人員的表現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呢 那我們就會到每季的季會上面去 讓大家來報告 然後當著唐鳳的面報告 然後唐鳳會給這些公務員說 你們真的做得很棒 那這些公務員長官呢也會在現場 那長官在現場的好處就是 讓他們知道這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真的有做了不少事情 而且做得很不錯 那希望呢 長官也能夠在工作上 給他們多一點的空間 那我們把這兩塊 內部作業和協作會議 會前會 攤開來看會長什麼樣子呢 不好意思這個字有點不清楚 那這個地方就包含了 一開始要訪談這個民間的提案人 他為什麼來提這個案子 他在意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會把它問清楚 接下來呢 當然一個案子會出來 有時候不是只有他 可能還包含了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所以相關的利害關係人 可能包含NGO廠商 或者是民間的其他的人 或者是不一樣的立場的人 我們都會訪談 訪談完這些人 還有包含相關的專家學者 因為專家學者 常常在這個領域 也研究了很久 他們也了解很多事情 然後呢 確認了他們之後呢 我們要去確認部會的狀態 部會的狀態其實是 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部會很多時候 他們其實這個案子會浮上來 部會常常都已經處理過了 那處理的過程中呢 其實部會也會有一定程度的立場 那那些立場是什麼 他們在意什麼 他們能夠做到什麼 這個部分也都要特別釐清 接下來呢 就可以確定這個會議 能夠怎麼開 還有接下來 可以往哪個地方去前進 還有什麼地方 是有多一點的空間的 那在這個地方的目標呢 主要就是把這個議題的脈絡 還有與會 到底要邀請哪一些人 一起找 一起摸清楚 那產出的東西呢 就是可能會有 How am I we 那這裡的這個關鍵的問題 到底是什麼啊 還有我們會用新制圖的方式 來做整理 那這個地方呢 推動的是PDIUS的團隊 那在我們把這個議題脈絡 確認了以後呢 接下來在協作會議之前呢 我們還會再調整一次 因為很多時候這個議題 之所以是議題 常常就是它已經有 非常多的衝突 所以呢公務人員 有的時候 他的狀態也不一定很適合 馬上就跟民眾來做溝通 這個時候可能就要調整一下 他們的這個狀態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告訴他 你可能會遇到怎麼樣的狀態 怎麼樣的情境 那這些情境 該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保持一顆開放的心 來跟他們對話 那接下來呢 還會有包含殺退的部分 就是當天會議的狀況 可能會有哪一些 你在小組主持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怎樣的問題 然後讓他們做好心理準備 那包含開放政府聯絡人 跟相關的部會承辦 都會參與在這個裡面 那在這些準備之後呢 我們才能好好的開場協作會議 幫助大家在會議上面 釐清問題的狀態 然後讓大家可以產出 一個相對好的一個解法 那到了台南市政府呢 台南市政府其實也參照這個流程 其實規劃了一些 那由於呢從來沒有運作過 所以呢我們包含著這個服務設計 要先測試的這個心情呢 也是先規劃了一個暫定的這個運作流程 那這個裡面呢就包含了工作推動會議以後 接下來呢我們會進行一樣的內部作業 然後會前會再到寫作會議 我們先run一次看看狀況怎麼樣 那裡面呢其實也是類似的啦 就是訪談提案人 相關的厲害關係人 拜訪厲害關係人等等 然後呢也是跟部會的承辦 要對話跟聚焦 然後我們也會用新制度的方式來做整理 那預計的會前會呢其實也是類似的 就是調整他們的心態 然後讓他們可以一起對話 然後一起了解這個開放政府的流程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挑選的案子呢是這個1999這個案子 那這台南的1999其實改善過非常多次了 其實也做了非常多的改善 那這一次的案子呢主要是 遇到呢有些人呢就是他可能 因為台南市的1999目前是沒有實名制的 就是你如果對隔壁的店家不高興 你可以一直匿名打電話過去申訴他 然後公務人員就要一直處理 其實到最後都很非常累人 所以這個到底有沒有機會去處理 這個是當時候提出來的案子 看起來這一切都很OK 好像都很順利 但是問題就出在這個but 好問題一呢開放政府聯絡人是什麼 我是不是裡面的議員啊 這個其實是我們當時候在做培訓的時候 就常常遇到的問題 因為呢我們台灣的政府其實已經有好幾個不同的聯絡人了 有媒體聯絡人 有國會聯絡人 還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媒體聯絡人呢接軌的是媒體 他今天負責跟媒體的這個運作 然後國會聯絡人呢他其實是跟國會 或者是跟議會做接軌 但是開放政府聯絡人他要接軌的是民間 那請問他接軌的是民間到底又是什麼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那站在這個地方政府的這個公務人員的心中呢 他想到要接軌民間的第一個想到就是民意代表 那地方的民意代表是什麼呢 就是議員 那可是他們心目中的民意代表常常長什麼樣子呢 那這邊有個影片我們放給大家看看 再麻煩慧如 有辦法嗎 這裡 不好意思 滑鼠失蹤了 我們要找一下 出現了 在這裡 這裡 好 謝謝 謝謝 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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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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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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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议员的时候 他们想象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所以他们就会很confuse 很困惑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 那再来呢 问题二 就是民众很乳肖 他们能给什么意见 那这个其实也是类似的状况 各位想想看 在座的各位 有谁真的一路打电话 打到承办单位过吗 有人吗 公家机关的承办单位 只有一位 两位 三位 四位 其实不多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想象 是怎么样的人会一直一直一直 不断地打电话到重复的单位 去让他们有这样的印象 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人很乳肖 比如说有人会声称 他被电磁波控制 然后他希望你帮他解决 或者是他有一个案子 明明就不是他的 明明就是他自己可能问题很大 但是他就不承认 然后就一直打电话过去 要求别人放他一码之类的 那像这种东西久了以后 公务员就会觉得说 那我这么专心 这么努力地做业务 为什么我还要花时间去聆听他们的声音 然后来拖累我的工作进度 所以这个时候 该做的就是我们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工作坊 像这个是在台南市政府举办的 这个培训的工作坊 在上面跟他们解释 那根据我们之前PTS的经验 那其实很多民众到了现场 了解了原委之后 他们其实是可以给出 很棒很棒的贡献 他们可能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 帮他们做好心理建设 那再来呢 就是大问题了 问题三 没人没钱没权 这个又是怎么说呢 那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中央政府的层级 行政院长下面是唐凤他是政委的层级 政委他是有权责 可以去直接指挥部会的 但是在台南市 或者是各种地方政府 只有副市长层级可以指挥局处 而这边这个研考会 他跟局处是平行的 这代表他其实是很难直接指挥其他局处的 那以前我们的PTS 他是在唐凤政委办公室下面 也就是说他的权限其实跟唐凤是一样的 他是有权利可以去指挥其他部会的 但是在台南市政府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的推动团队呢 他其实是研考会下面的一个公务人员 由他来兼办这个业务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推动的权责呢 其实就是比较受限 那比较受限的时候呢 下面的公务员就会觉得说 上面的人没有下令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配合你们 因为也没有权责 然后我们也没有法律授权 我们也没有这个来自行政首长的命令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调动资源 或者是请其他局处的人来配合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看 前这个唐凤传授刑法的时候 到底是谁在这场会议上讲话呢 这里这个是代理市长李孟宴 他有发言 还有这个是研考会主委赵清会 他在这个地方有发言 所以呢我们的承诺呢 其实层级就很不一样了 在行政院的开放政府里面呢 是行政院第3524次院会的决议 院会的决议是什么意思 代表行政院长跟各个部会的首长 大家一次做出了这个共识 就有这个决议 要来推动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非常明确的指挥命令 而且呢 后来PPS还做了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设置要点 就是说他连法律的规范 都帮你设置好了 所以公务员要依法行政 你就是必须遵循他来做处理 但是呢 在台南市这个地方呢 只有开放政府的培训活动上面 还是由前代理副市长 前代理市长李孟宴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 那这样的强度差距 其实就蛮大的 那再来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强度差距很大的时候 公务员就会想说 我们还是不要麻烦其他单位好了 那我就找我们部会 能够处理的小问题 我们这个局处 可以处理的小问题来 所以才会使找了1999这个案子 那当然呢 我们要尽量把它拉大一点 就是说 本来可能只是处理这个 实名制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尽可能让他 可以去处理到 其实1999 它是贯穿整个市政的一个系统 那其他局处对1999有什么困难 或哪些困惑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透过这一次的开放政府 让他可以解决 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一次的1999案子 后来我们希望他可以长成的这个形状 那再来是人力的部分 在人力的部分呢 在PITES的部分呢 就连主持团队 他有三个人直接专任 担任PITES 里面这个议题理清访谈 还有理清议题的这个角色 但是在这个谈谈市这个地方 只有一个人兼任 还有一个顾问 顾问是我 所以就只有这样的人力 那相对来说 其实就很不够 当然如果有其他事情要忙的时候 兼任的人可能就忙不过来 没有办法来处理这边的业务 所以再来就遇到刚好人事变动 业务交接只好等大家忙完 所以中间就卡住了 就刚好这个赵清慧 养港会主委赵清慧 他升任副市长 然后新的养港会主委上任 所以这个就又拖了一段时间 就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处理他 那理想中如果这个东西 开放政府要能够在地方政府的层级落实 他的组织架构应该要长什么样子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最好的做法就是 因为副市长他可以去管理其他的局处 他有权限去指挥其他局处 所以最好是由副市长这个层级来做推动 然后开放政府联络人的推动团队 他应该是以专案办公室的方式 外挂在这个可能是比如说智慧城市办公室 这是只是举例 那这样的一个智慧城市办公室呢 他向副市长来负责 他就可以拥有副市长的权责 然后从这个角度再来指挥其他局处 那这样子的权责上会跟PITIS的状态会比较类似 这样子在推动起来其实会顺利比较多 那当然呢前面的部分呢 是不是有办法由市长的层级在市政会议上面做出决议 或者是设置相关的要点 让他有一个法律依据 让大家可以依法行政 这个也是接下来要挑战的一部分 那目前台南市的开放政府进度到哪里呢 目前其实已经到前面的这个议题 厘清的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要开会前会 然后再到会前会议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忙碌 再加上兼办业务的关系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卡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还是很希望 这个东西能够把它做完 然后试做一次 我们再来看在地方政府的层级 有哪些挑战 还需要再做调整的 然后让台南市未来也可以持续的落实 开放政府 那最后呢 这个真的要非常感谢这些协助推动的人们 一个是赵清慧副市长 然后刘成真 胡慧君 易俊宏 陈崇义 曾胜轩 王竹桓 还有台南市政府的各个PIO 请大家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那我分享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雨昌 那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请留步在舞台上 那我们现场就收集两到三个问题 加slido上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一起请雨昌回答 请问现场有没有伙伴要提问 或者是分享您的意见 现场的大家举手 这边有一位 那请工作人员 对就是其实我对台南市政府的那个就是开放政府的想象 其实比较大多数是来自于就是交通局有一个开放资料的一个专业这样子 不过上面的那些资料都很流于就是一般他们会 譬如说发给议员啊或是一些社区的资料 譬如说什么哪个地方比较拥挤 但是它却没有一个比较完整性系统性的展现 譬如说哪个地方最优色可不可以用GIS的那个系统去把它展示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流于一个比较单一指向的一个比较很局限的一种资料形式的展现 所以就是不知道就是可能这边你可能会跟他们比较熟一点 就是如果希望可以继续推动的话 我觉得它可以弄得更 这个开放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 然后做得更全面一点这样子 好 谢谢 感谢 我们再看有没有一两个提问然后再一起请以上回答 这边有一个还有吗 还有其他伙伴要提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就刚刚那个开放资料的问题 然后这位伙伴跟SIDO的问题 请问那个开放政府好 我们所知的大概所有政府机关里面除了开放资料之外 像台南它有没有已经定了几个大的议题 除了开放资料这个议题之外 那其他的议题 谢谢 好 那除了这两个问题以外 我复述一下SIDO上面的问题 一个是有关于如果同时收到多笔案件 要怎么排序执行优先顺序 那这个问题是要问台南市的议题挑选的机制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授权不够 如果是行政上授权不够的话 应该是在还没开始执行前就会看到的问题 请问当时有因为这样的限制 在事前做出什么不一样的规划吗 最后是1999属于比较服务层级 有没有地方政府上游政策的经验 可以分享这够五个问题 好多喔 我觉得我记不起来 那就从开放资料开始吧 好 那个第一个开放资料 我觉得我必须先说明一下我们的状态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目前属于在试乱的状态 所以我们先挑一个范例的案子 然后来看这个程序跑起来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如果跑起来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才会再走到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是不是要设置要点 然后这个要点里面要写什么 我们是不是要规划跟行政院一样的选题的方式 行政院选题的方式就是每个月他们会再开一个 开放政府联络人的会议 工作推动会议 然后在上面由各个PO投票选出 他们觉得重要的议题 然后再由这些议题再交给主持团队来做处理 那这个是行政院的这个做法 但是在台南市政府因为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所以目前还是在事半的一个阶段 所以目前来说他只是规划了一个流程 并且我们走走看 然后找大家一起来讨论一次 然后开始协作会议 让这些PO熟悉写作会议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大概是走到这个地方而已 所以很可惜就是各位刚才提到 他们其他议题的或者是选题的方式 或者是开放资料的有没有办法处理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议题 那只是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我也不太确定能不能回答 就是说以后未来会怎么处理 好 其实你跟 其实有把后面的问题也稍微做了一些回应 因为不管是1999属于比较服务 我想这个背后可能也是体现说 是不是有更重要或是民众更在意的问题 可以让开放政府的机制来处理 然后其实开放资料的问题 我想听起来其实也是 到底政府想开放资料 到底是不是民众所需要的 跟就是协作会要举办的主题 是不是民众想要的 不过宇昌这边的回应是 其实关于这个选题的机制 这个议程设定本身在台南市政府 可能都还属于大家还没有真的去 一起去设计一套这样子的制度的状态 比较像是先挑一个可以试点看看的一个实验的机制 去先乱玩再回过头来设定机制 是 的这样子的意思 那所以刚刚有一个问题是问到说 授权不够的这个事情 可以再多谈一下吗 这个部分好像刚刚比较少回应到 就是一开始应该就知道是授权不足了 那当时有没有想过 可能因此跟行政院的制度有些不一样 授权不足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办法让市长在市政会议里面 做出具体的承诺 并且跟局处的首长做出共同的决议 那这个目前 就我所知还处于在 有没有一个案子让他可以看到具体的成果 那如果市长有看到具体的成果 他才有办法说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 他才能推成决议 所以这个还是在看他们的结果 才能决定市长有没有办法下这个承诺 那当然这个还没有开始执行前 其实当然就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但是因为也是处于在机身蛋诞生机的问题 那总是要先有一个东西出来 所以我们就决定先试做一个简单一点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也许不一定是大家需要的 但是这个案例确实也是很多公务员会关心的 因为1999它有点像是很空出事的东西插到了这个政府的体制里面 那所以这个东西它怎么样调整 可以让公务员更舒服 更有效率的处理 可以让民众更满意 事实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议题其实也还有一定程度的回应到这个东西 那只是说我也必须坦诚 因为这些限制在 所以在实验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不少的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其实慢慢都有在处理 比如说包含像是这个赵清慧他从主委的身份升任到了这个副市长 那未来可以期待在副市长的层级 他应该有更多的权力来大到阔府的让这件事情落实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就是很谢谢雨昌的分享 雨昌的分享在今天一整天的流程里面 算是比较是属于行政跟比较制度上面去讨论开放政府跟公民参与这件事情 那我想不管是上午的社会住宅或是待会的文化资产等等的议题 可能都是属于我们民众会市民会更有感的一些大的政策方向的一些公民参与 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部分可能也许可以相互对照来看 这之间的矛盾到底出现在哪里 那如果对开放政府有兴趣的话 明天的SAMI第二天在R0上午也会有一些相关的 比较是行政院跟中央层级的开放政府制度的分析跟介绍 好那我们这一场时间到所以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